南京挖出大奸臣秦桧墓葬 墓中出土的一封遗书 彻底让世人颠覆对秦桧的认知 更是直接揭开了 玉非死因的真相 就连专家都搞呼 秦桧被世人冤枉了一千多年 那么遗书上到底记载了什么内容 历史上的秦桧真的十恶不赦吗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加个关注 今天小季带你揭秘 大奸臣秦桧墓葬之谜 1986年5月 江苏南京郊外的一座小村庄 村民们正在牛手山上进行龙躲 突然一声巨响 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几个胆大的村民立马上前查看 居然发现一座古墓 随后村民立即将这一消息上报到有关部门 半个小时以后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赶到了古墓现场 经过初步勘察 专家推断 这是一座十分罕见的南宋墓葬 上面使用方砖堆砌而成 当考古队员将方砖揭取之后 一层厚重的果板呈现在所有人眼前 果板十分沉重 依靠人力根本无法移走 随后考古队员借助吊车的力量 将覆盖在墓葬上方的果板成功移除 然而当整个墓室显露出了以后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只见在墓室中居然有六具棺果 这肯定有一个家族 他是一个家族 六具棺果保存的十分完整 木耕北砖墙分成了两个墓室 大的墓室并列着四具棺材 小的墓室挤着两具棺材 根据专家推测 大棺里埋葬的有可能是男主人 五具窄棺里躺着的是他的妻儿 然而发觉刚刚开始进行 考古队员就在墓室中发现了一块石碑 这也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只见它又厚又重 上面雕刻着十分华丽的图案 看得出来 这块墓碑是经过精细加工的 但是让人感到十分疑惑的是 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这是一名专家马上想到了 在武则天墓葬里发现的那块石碑 上面也是空空如影 据说这是一旦女皇帝武则天 临死之前特意这么做的 将自己的工具都留给后人去评书 难不成这座墓葬中埋葬的是哪一位大人物 在随后的发掘中 突吐了诸多精美的随葬器物 此时的考古队员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打开棺果 当棺盖被打开的一瞬间 各种珍贵金银玉石 常见在所有人眼前 这也让考古队员断定 墓主人的身份一定不同寻常 在随后的清理中 又相继出土了各种金器和瓷器 通过这些陪葬品 专家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 正是历史上恶贯满盈的大奸臣秦桧 我们都知道 秦桧是一个结党营私 破乱朝纲的小人 还是害死岳飞的最大凶手 如此作恶之人 在临死之前还嘱咐后人 为其立一座无自卑 让后人去评判自己的公国 这次消息传出以后 立即轰动了整个考古队 然而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 在随后的发掘中 一本遗书的出现 彻底颠覆了世人对秦桧的认知 那么这本遗书上 究竟记载了什么内容 会不会与岳飞的死有关系呢 小心张 我看上面的东西 都这么好的名字 我估计名字有 好 江苏南京挖出秦桧木杂 当光果被打开以后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金银玉石吸引了 随后出土的一本遗书 彻底颠覆了世人对秦桧的认知 秦桧压根就不想杀岳飞 他只不过是被人替罪的高扬 专家高胡 我们居然冤枉了秦桧一千多年 那么岳飞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 真实的秦桧又是什么样的呢 随着考古队员将棺果中的淤泥清理干净 一块写码门字的板子 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我们都知道 在考古发掘当中 能出土文字之类的黑葬品 无疑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情 因为他往往能够揭开一段历史的真相 随后考古队员将逐渐小心翼翼的清理了出来 出土之后 立即被送往实验室 进行下一步的解读 当专家对上面的文字进行试读以后 直接被震惊到了 根据上面的记载 秦桧居然是一个爱国的忠臣 在当时创下了非常多的政绩 上面还记载了秦桧对当朝拥官的批判 在他的描写之下 那些师位素参 夸夸其谈的官员 被称制为杜虫 秦桧非常喜欢忠义之事 这点从秦桧的履历中记载的清清楚楚 秦桧早年近视极地 写的一首好字 甚至能和王羲之平起平坐 在另一片逐渐上 专家还惊奇地发现了岳飞之死的真相 当时岳飞与金人作战 创下了相当当的战功 最后岳家军的名号被瞬间打响 不少人挤破头都想加入 军队也不断壮大 而正是自己战功赫赫的原因 引起了朝廷不少奸臣的忌惮 更所谓功高盖主 手握兵权的人 最容易受到皇帝的猜疑 随了岳家军的壮大 岳飞执意北伐 丝毫不考虑当朝皇帝赵构的想法和要求 眼看岳飞就要将中原全部收服 赵构居然在这个时候下令撤退 还听信朝廷奸臣的谗言 直接给岳飞安上了反贼的罪名处死 原来真正害死岳飞的竟然是皇帝赵构 秦桧生前代替皇帝背了黑锅 不敢告诉别人 这才将所有的真相全部刻在竹箭上 此后带到墓中 没想到在一千多年之后 真相却大白于天下 望着这些让人吃惊的记载 所有专家的手都是颤抖的 这与历史上描写的秦桧简直判若两人 不管是书中还是电视中 秦桧都是一个舍不舍的大奸臣 他中饱私囊 贪污腐败 击荒无底线的压榨百姓 据说秦桧每次过生日 所有县的县令都要送上孝敬礼 当时他的钱财比南宋朝廷的国库 还要度上数倍 可谓是和珅的祖师爷 而对于这个大奸臣 百姓恨之入骨 恨不得将他五马分尸 以至于到了元代以后 百姓们更是流传出了一个别具新才的做法 那就是不论男女 都喜欢到秦桧墓葬前方便 时间长了 一种上全部都是粪便 曾经有一个诗人这样评价道 太师坟上土 遗臭变天涯 到了明朝以后 盗墓贼隔三差五的盗取秦桧墓葬 官府的争议之眼 闭义之眼 毕竟历史上记载 是他害死了岳飞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最后专家在墓中找到了当年的证据 历史上十恶不赦的秦桧墓葬被找到 墓中出土的竹简记录了岳飞死亡的真相 在最近热播的满江红电影中 秦桧说了一句话 那就是 后人会为他立相 确实立了 但是确实跪着的相 去过岳王庙旅游的人应该都看到过 并且最重要的遗像就是 殴打秦桧跪下 然而 墓中出土的遗书却彻底颠覆了世人对秦桧的认知 就连专家都搞呼 我们冤枉了秦桧一千多年 那么 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在很早之前 民间就流传着历史第一大奸臣秦桧的墓葬 早已经被人洗劫一空 就连当时的官府都不管 然而 这座墓葬的发现 却将这些流传在民间的传闻直接打破了 那么 岳飞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我们都知道 岳飞一直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 在山河破碎 人民流离之时 是他一手创建了岳家军 这支军队十分强悍 让金兵闻风丧胆 在当时有一场十分著名的战役 那就是隐昌之战 当时八百岳家军骑兵遭到几千名金人包围 而这些人眼中没有一丝害怕 没有人选择逃跑 只听一声号令 八百岳家军与金人展开了激烈的厮杀 经过长大一天的战斗 打败了几千人的金兵 消灭五千人 俘虏敌方将领七十多人 在此后的战场上 金兵被岳家军吓得文风丧胆 丢盔弃甲 然而 让岳飞没想到的是 自己在前线为国家卖命厮杀 反而成为了皇帝的眼中钉 正当岳飞马上要收回腹地的时候 却接到了皇宫的十二道金子牌 命他马上撤回朝中 虽然不情愿 但是毕竟是皇帝下的命令不可违抗 岳飞只能班师回朝 刚刚回去就被至罪丢掉兵权 最后更是给他安上了一些虚无的罪名 关进了监狱 甚至还下达了死刑的判决 于是岳飞就写下了那首《满江红》 暂时功名陈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字字代写 声声带泪 写出了自己对朝廷的不满 岳飞为了国家利益一生戎马 最后居然落得如此下场 岳飞死后 监狱的一个小狱族看不下去了 将岳飞的尸体偷偷葬在了北山 一直到宋孝宗上任之后 才为岳飞平反 追忆其为五穆王号中武 并且将其后葬在现如今的岳王庙 相较于岳飞的待遇 秦辉可就非常惨了 宋孝宗下令将他和他的夫人制作成跪下 一直跪在五穆王的面前 还要忍受后人的殴打和侮辱 在满江红电影热播之后 全国各地的人更是纷纷前往岳王庙 就是为了殴打秦辉跪下 不过这其中还跪着一个人 那就是秦辉的夫人王室 那么他的夫人为何会跪在这里呢 原来秦辉的夫人更加歹毒 当时岳飞被抓以后 秦辉还在犹豫要不要杀死他 而他的老婆这样说的 如果现在不杀了岳飞 以后放虎归山 死的就是我们 所以秦辉就一狠心杀了岳飞 虽然说岳飞被杀害是当时皇上指使的 但是秦辉毕竟害死了岳飞 所以秦辉你还是跪着吧 所以秦辉毕竟害死了岳飞